婆婆不远千里坐高铁来儿子家 竟是为了发泄愤怒 另一期案件中儿媳遭人谋杀 背后主谋竟是她的婆婆 两位婆婆和儿媳之间究竟有何矛盾 他们蓄意打人杀人的行为将会受到怎样的处罚 凶悍的婆婆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16年5月的一天 于平听到有人敲门就去开门 来人那是她的婆婆杨东梅 可婆婆杨东梅进门后 不由分手地暴打于平一顿 婆婆五大三粗一身蛮力 娇小的于平毫无招架之力 被打的是鼻青脸肿 于平一边忍受着毒打 还一边忍受着婆婆的谩骂 婆婆一再叫嚣道 你如果不跟我儿子离婚 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 婆婆打勾骂勾后 没有停留 离开于平家后 就直接坐高铁 回了自己的农村老家 于平考虑到 打人者是自己的婆婆 而且已经离开了 也没有报警 可不曾想 此后的一个多月 于平竟又多次遭到了婆婆 找上门的突然袭击 每次都是逼迫于平跟丈夫离婚 每次也都是打骂完之后就走 那么婆婆 为何要干涉儿子和儿媳的婚姻 还要用暴力的方式 要弄清事情的原委 我们还要从一年前说起 2015年春节刚过 于平的丈夫王海 就被派到外地 临行前 王海将母亲接了来 帮着照看才几个月大的女儿 婆婆似乎对于平 总有不满的地方 不是房间太乱 就是买东西太贵 或是回家太晚 于平认为 这是婆婆更年期焦虑的表现 也不跟她计较 一天 于平正跟婆婆吃晚饭 吃着吃着 于平就吃不下去了 因为米饭里有小石头 她好心地提醒婆婆 以后讨美食多讨几遍 不料看似再普通不过的一句话 竟让婆婆大动干火 一把掀翻了饭桌 大声叫让她 不想吃就别吃 我还不伺候 说吧 转身回了卧室 婆婆粗鲁的行为 把于平吓得不轻 看着眼前的场景 她意识到 婆婆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 于平越想越害怕 她不知道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收拾完满地狼藉后 于平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卧室 随后拨打了老公王海的电话 心有余悸地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 王海对妻子的境遇很理解 毕竟自己母亲是什么样的当儿子 怎能不知道呢 王海说 母亲杨东梅之所以脾气暴躁 和她的家庭成长环境有关 母亲小的时候 外公经常酗酒 醉酒后就对外婆和母亲 进行辱骂和殴打 因此母亲深受影响 母亲认为暴力是显示 自己家庭地位的最好方式 母亲长大结婚后 父亲没少被母亲打骂 为此两人经常闹离婚 直到父亲因病去世 王海在电话里安慰妻子 说正因为母亲脾气不好 她一直不敢让母亲来 这次要不是没人带孩子 她肯定不会让母亲跟妻子同住 王海说 她一会儿就跟母亲打电话 让母亲给于萍认错 今后两个人好好地相处 听完丈夫的话 于萍心里多少有些事 但她不明白 自己一直小心翼翼和婆婆相处 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婆婆的事 婆婆为何如此讨厌自己呢 于萍刚挂断了电话没多久 就听见婆婆在隔壁的房间 大声嚷嚷道 你个不孝子娶了媳妇忘了娘 于萍一听就知道婆婆在骂丈夫 两个人在电话里吵了半天 最后婆婆不耐烦地挂了电话 紧接着婆婆就拿着一个条手 冲进了于萍的房间 招着于萍就是一阵地抽打 一边抽打还一边大声嚷嚷道 没本事生男孩传宗接代 倒有本事告状 我让你告状 于萍震惊了 原来婆婆是嫌弃自己生了女儿 自小娇生惯养的她 哪见过这架势 赶紧左躲右闪 可还是挨了不少条着 最后婆婆警告于萍说 如果于萍再敢在自己儿子跟前多嘴 她就把于萍的嘴给撕烂了 说完 婆婆就猛地关上房门出去了 当晚于萍想了很多 她不打算将被殴打的事情告诉丈夫 倒不是因为真的怕了婆婆 而是为了不为难丈夫 公公在十年前去世 此后丈夫就跟婆婆相依为命 于萍想 自己和婆婆都是丈夫最亲的人 如果两人不能和睦相处 那让丈夫如何是好呢 既改变不了生了女孩的事实 又不想为难丈夫 于萍选择了隐忍 可她的隐忍却换来了婆婆的得寸矜持 春节期间 于萍随丈夫回老家过年 不想婆婆竟让她在众亲戚面前出仇 面对婆婆打骂不断升级 于萍报警寻求帮助 民警根据双方的情况 向于萍提出了一个建议 什么是人身安全保护令 这是否能阻止婆婆对于萍的殴打呢 凶悍的婆婆 法律讲坛正在播出 有了开头 婆婆对儿媳的暴力 就变得越发频繁起来 经常三句不和就一通骂 一事不顺就一顿打 虽然打得都不太严重 但于萍的精神却备受煎熬 每日都是心惊胆战 惶惶不可终认 好在不久 丈夫王海被获准休假两个月 王海回到家后 就专职看起了孩子 母亲也随即回了老家 结束了三天挨骂 五天挨打的日子 于萍总算松了一口气 可书信的日子总是太过短了 很快他又要再次面对婆婆了 2016年春节临近 还在休假的王海 决定带着妻子和女儿 回老家过春节 于萍一听就犯虫 害怕见到婆婆 可回丈夫老家过春节 也理所当然 他又不好找借口拒绝 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过年期间 于萍随着丈夫回老家过年 有丈夫在身边 又是过年期间 于萍心想 婆婆看在丈夫和过年的份上 应该不会再打骂自己 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大年初三 王海的姑妈一家来探亲 王海在客厅陪姑父 于萍则在卧室跟姑妈聊天 姑妈小声说 于萍的婆婆不但脾气暴躁 还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 王海小时候经常挨打 于萍婆婆简直就是个母业差 于萍见遇到了知音 便说起了婆婆此前虐待自己的事 不想正说着 就听见门被重重地推开 婆婆眼露凶光地闯了进来 她一把揪住于萍的头发打了起来 一边打喊一边叫响 让你乱叫舌根 于萍疼得大脚 嘴角很快进了血 姑妈无力推开婆婆 便大喊王海帮忙 王海快步赶来 用力掰开了母亲的双手 拯救了妻子于萍 王海质问母亲 为何要打骂于萍 婆婆竟理直气壮地说 于萍背后说她的坏话就该打 说着还要动手再打于萍 王海赶紧护住妻子 并跟母亲大吵了一下 随后生气地带着妻子和女儿 离开了老家 丈夫本还打算让母亲春节后 再来帮忙看孩子呢 这回她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可孩子总要有人看呢 岳父母刚有了孙子 帮不上忙 找保姆又太贵 思来想去呀 于萍决定辞职 做个专职妈妈 这个决定得到了丈夫的支持 半个月后 于萍辞职专门在家带孩子 而丈夫也紧接着回到外地工作 夫妻俩再次分隔两地 家里只剩下于萍母女俩 于萍独自带孩子生活虽然辛苦 可一想起身边没有婆婆的打骂 内心舒坦了血 但没过多久 于萍在家做家务时 房门被敲响了 她打开门一看 竟然是婆婆 那么婆婆突然到访 又要干什么 婆婆责备于萍 将儿子带坏了 连妈都不认了 要于萍立马跟儿子离婚 然后自己再找个听话的儿媳妇 于萍大吃一惊 没想到婆婆竟会提出 这般荒诞无理的要求 于萍断然拒绝了婆婆的离婚要求 并说婆婆无权干涉他们的婚姻 婆婆一听这话 暴婢又上来了 接着便对于萍一顿暴打 这次远比之前任何一次打得都狠 身体单薄的于萍 面对五大三聪的婆婆 根本毫无关手之力 直到打累了 婆婆才住手 并放话说 她要一直在这里住下去 直到于萍答应跟儿子离婚为止 于萍想 她是无论如何 也不能再跟婆婆住在一个屋檐下了 于是趁晚上婆婆睡着了 抱着女儿偷跑回了娘家 于萍的父母见女儿 被婆婆虐待自然心疼 第二天 他们就硬拉着女儿来找婆婆杨东梅理论 并百般劝说杨东梅 不要干涉子女的婚姻 可不想婆婆竟对于萍的父母教掌道 自己就是不喜欢于萍这个儿媳妇 除非于萍跟儿子离婚 否则她见了于萍就要打 于萍母亲见杨东梅这般蛮横不讲理 当场就拨打了女婿王海的电话 告诉其母亲上门打了于萍一事 可正说着 手机就被婆婆抢走了 接着王海就跟母亲在电话里吵了起来 让母亲不要干涉自己的婚姻 可她却在电话里咆哮着 你是我生的 你的婚姻我有权干涉 说吧 直接挂了电话 见婆婆如此疯狂 于萍果断报了警 民警赶到后对婆婆进行劝说 可不想婆婆不仅不罢休 还以家务事为由 让民警少管闲事 眼看杨东梅顽固化 民警便建议于萍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那么什么是人身安全保护令 如何申请 什么情况下才能申请 于萍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后 是否就不会再受婆婆殴打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人身安全保护令 人身安全保护令 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 是人民法院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 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 确保婚姻案件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 而做出的民事裁定 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 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第二三条规定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 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根据法律的规定 正在遭受或面临家庭暴力的受害人 都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我们回到本案中 于平一直遭受婆婆杨东梅的殴打 于平完全可以依据报警证明 受伤病例 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 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法院受理后 迅速对存在家庭暴力危险的证据经审查 依法做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做出后 法院会同时含告于平所在地的公安机关 保持警觉 履行保护义务 如果于平的婆婆继续骚扰或殴打她 法院可以根据其情节轻重 处于罚款拘留 构成犯罪的 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或者由于平提起刑事自诉 无奈之下 于平听从了民警的建议 向当地法院提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 法院经调查做出了裁定 禁止杨东梅再打骂儿媳于平 并迁出儿媳家的住所 随后 法院向杨东梅 送达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书 婆婆杨东梅 极不情愿地回了老家 一纸保护令 让杨东梅对儿媳更愤恨了 杨东梅下定决心 要让儿媳妇付出代价 后来她竟想出这样一招 打完儿媳就赶紧溜 尽量不让别人发现 接着便发生了本案开头的一幕 婆婆又多次来到儿媳家 殴打儿媳 打完之后啊 就直接坐高铁返回老家 一次婆婆还对于平叫嚣道 在她眼里 保护令就是一张废帖 面对婆婆无休止地殴打 于平的精神彻底崩溃 丈夫在外工作不能长时间在家 自己只能跑到朋友家苦诉 在朋友的细心劝导下 于平想起了那张人身安全保护令 那么在婆婆眼里是废纸的 这张人身安全保护令 能否保护于平的安全呢 2016年7月 于平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向当地法院反映了情况 随后法院工作人员 找到杨东梅进行谈话 告知杨东梅 根据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规定 如果杨东梅再不停止 殴打儿媳于平的行为 法院就有权 将其交由公安机关处置 杨东梅有些怕了 没想到自己认为的家事 竟然真有可能把自己送进监狱 杨东梅请求法院开恩 说自己是太爱儿子了 实在是控制不住 原来啊 儿子王海 自从结婚后 跟他呀 就不像原来那样亲近了 每次跟他通电话的时间都很短 甚至儿子结婚后啊 一次都没有邀请他过去住几天 直到儿子外派工作 没人带孩子的时候 才想起他来 而他认为 这都是儿媳妇于平挑唆的 最让杨东梅生气的 还是余平生了女儿 这在拥有重男轻女思想的他看来 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孽 杨东梅越看儿媳妇越不顺眼 这才会接连不断地对儿媳施暴 雷雷得手后 杨东梅有些忘乎所以了 还说出了保护令是废纸的话 直到法院工作人员找上门 他才认识到保护令并不是闹着玩的 弄不好是会蹲监狱的 他这才害怕起来 听完杨东梅的讲述 法院工作人员认为杨东梅 应对婆媳矛盾负主要责 建议他向儿媳于平认错 请求原谅 进而让儿媳撤回保护令 毕竟这项法令的目的 就是让家庭和睦 这次杨东梅总算听进去了 法院工作人的建议 当地就坐着车赶到了儿媳家 在跟儿媳于平进行了一番 开诚布公的谈话后 于平最终为了丈夫原谅了婆婆 并到法院撤回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事情过后 杨东梅感觉有些羞愧 她一直把儿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想尽办法去折磨儿媳 可到头来不但伤害了儿子和儿媳 还差点让自己身陷牢笼 为了儿子 杨东梅对于平的态度温和了些 再没有对于平动过手 婆媳的关系缓和了很多 不满意儿媳就要暴打儿媳 而且坐着高铁去打 杨东梅这个婆婆确实够凶悍的 而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案例中的婆婆 更凶悍 因不满于儿媳 竟故凶杀儿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我们就一起看一下 儿媳各方面条件一般 这让婆婆心怀不满 儿子买房后要和儿媳搬出去住 心态失衡的婆婆决定报复 儿媳不是婆婆亲手杀害的 婆婆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 法院最终会如何惩治这位婆婆 凶悍的婆婆 法律讲堂正在不出 这位婆婆名叫孙叔红 五十出头 世家大企业的中层领导 十多年前 丈夫因其性格强势 作风跋扈提出了离婚 离婚后 孙叔红将全部的经历 都倾注到了唯一的儿子李海身上 李海名牌大学毕业后 考上了公务员 孙叔红认为 儿子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 应该找个门当户对的媳妇 可不想儿子 竟看上了一名普通的女教师王慧 她各方面条件呢 都跟孙叔红选儿媳的标准 差一大截 孙叔红很不满意王慧 可儿子却非要娶王慧不可 否则她就离家出走 孙叔红为留住儿子 被逼同意儿子跟王慧结婚 不久李海和王慧顺利结婚 王慧成了孙叔红的儿媳 可孙叔红打心眼里 没有把王慧当作自己的儿媳 反而将她当成了敌人 一心想除掉儿媳 自从儿媳进门后 孙叔红就将她当成了丫鬟使唤 不但让她干所有的家务 还常拿她当出气筒 稍有不顺就一顿臭骂 孙叔红对儿媳的态度 让儿子很不满 一天儿子突然告诉母亲 他已经买了一套小房子 要搬去住 孙叔红听后 感觉天都塌了 他可不想余生没有儿子的陪伴 一个人在大房子里 孤独终老 想想都可怕 对未来的恐惧 让孙叔红对儿媳王慧的恨 达到了极点 他认为 是儿媳夺走了她的天伦之乐 因此对儿媳动了杀戟 孙叔红不想自己动手 便通过网络 找到了自称是职业杀手的墙子 这天晚上 儿媳王慧要去参加一个同事聚会 大约九点钟左右才能回家 孙叔红认为 这是杀王慧的最佳时机 便通知了墙子 让他蹲守在小区门口附近 见王慧出现便杀了他 晚上九点 王慧刚走到小区门口 就被突然出现的墙子给刺死 墙子随即逃离闲场 路人见状赶紧报了警 民警通过监顾视频 掌握了凶手的体貌特征 随即向全城警员发布了信息 第二天 民警在地下赌场 把墙子抓活 并在家中 搜出了作案时的血液和凶器 墙子在铁证面前 只得巨石招任 供出了雇凶者孙叔红 也就是被害人的婆婆 孙叔红随即被抓获 并跟墙子一起被检察院 以故意杀人罪起诉 法庭上墙子一再辩称 自己是受孙叔红指使 实施了杀害王辉的行为 所以孙叔红是主犯 自己只是从犯 应当从轻处罚 那么墙子的辩称是否有效 那么什么是主犯 什么是从犯 怎么区别呢 这就是在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主犯 从犯 主犯是指组织领导犯罪集团 进行犯罪活动 或者在共同犯罪中 其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而从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 其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 主犯与从犯 在事前共谋的共同犯罪中 首先提出犯译者通常为主犯 随声附和表示赞同者通常为从犯 但这个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仅在犯罪共谋阶段随声附和 而在具体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 其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亦属于主犯不构成从犯 我们回到本案中 孙叔红提出犯意 雇用他人行凶 强子受孙叔红雇用 实施杀人行为 两人属于共同犯罪 主从关系不明显 不存在主犯和从犯的情形 强子便称自己是从犯的理由 是不成立的 最终法院审理认定 两人犯故意杀人罪成立 强子被判处死刑 孙叔红因为直接行凶 被判处无奇徒刑 顾兴杀儿戏的孙叔红 为他的不法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观众朋友 很多父母 尤其是母亲 往往以孩子为生活中心 久而久之 会对孩子产生依赖心理 一旦孩子长大独立 父母具有可能产生 爱过剩的问题 轻则产生失落心理 重则焦虑 心绪不宁 再严重的 还会产生恋子或恋女情结 影响子女未来的婚姻生活 今天讲述的两个案例中的婆婆 就是这种例子 两位婆婆 竟然为了跟儿媳争夺儿子的爱 不惜违法犯罪 最终都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另外 家暴行为 在我国一直大量存在 家暴一旦发生 就很难停止 如果没有相应的干预 就会越来越严重 干预家暴的方式有很多 比如通过公安 妇联 居委会 村委会等 本次所讲到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也是其中一种方式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想了解更多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 微信服务号 再见 男子为报复妻子婚外情 将妻子打晕后 伪造火车撞人事故 这样妻子挨打的痕迹 也就无计可选 另一起案件中 男子为惩罚妻子出轨 竟将妻子衣物在农药里浸泡 农药中毒 导致内脏衰竭而死 两起案件均因家庭不合 导致妻子死亡 从他们的案件中 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 离奇死亡的妻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省